哈喽大家好,我是明仁达 现在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北京姑娘 之前分享过很多马来西亚的生活视频 底下总有国内的朋友问我 马来西亚是不是很热呀 马来西亚像火炉一样 马来西亚50多度等这些问题 我每次都会在下面耐心地回复 马来西亚很宜居 并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热 今天我就真实地拍摄一下 我居住的地方的气候 并且结合官方的数据说话 给大家科普一下 马来西亚到底有多热 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 马来西亚文化生活实拍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现在生活的城市 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 所以呢我就带你们来看一看 吉隆坡的天气吧 先给你们看一个宏观的数据 这张是我在维基百科上找到的 吉隆坡气候的平均数据图 首先历史最高温度达到过38度 没有网友说的50度那么夸张 每日平均气温在27到28度左右 降雨量比较高 现在是早晨9点多 快10点的样子 气温在28度 体感不热 我在这边的穿搭呢 基本上就是长袖长裤 或者是短袖长裤比较多 那我现在要去上班了 待会儿中午再给你们拍哦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 快一点的样子 是一天中最热的湿度 气温呢可以达到32度到33度 但是一般这种时候 大家也很少在户外待着 都是在室内工作或者是吃午饭 而且呢如果中午太阳很大 很热的话 那么下午一定会下一场雨 雨呢不会持续太久 但是会很突然 很突然的下 然后很突然的停 所以在这边 大家要时刻准备好雨伞哦 当然了 基本上大家都有车 所以这点还好不用担心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今天中午很热 现在到下午3点半就开始下雨了 雨下一会就变小了 大概这样会持续个半小时 现在呢是晚上6点 气温已经降下来了 是25度 你看还是长苦加运动些 那这份官方数据呢 记录了吉隆坡平均的天气温度 我们可以看到 每天的气温非常稳定 常年是处于23度到32度之间 然后它有平均每小时的气温 早晚很舒适 下午很炎热 降水方面呢 这边的降雨量还是挺大的 气候比较潮湿 但是它不会闷热 不会像上海呀广东 那种三福天的闷热传播器 相信在夏天去过上海的朋友们 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马来西亚呢 因为处于赤道附近 所以日照时间非常长 吉隆坡白天的长度 全年基本不变 始终保持在12个小时 加减18分钟左右的范围之内 早晨7点开始日出 晚上呢7点半日落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刮风 这边很少有大风天气 平均风速一年都比较低 这有人好奇 虽然在这边气温不是很低 但为什么体感却不是很热呢 我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边的云吧 可以看到我在视频里拍摄的天空 都是积云覆盖的感觉 这种云层呢 可以挡住部分的紫外线和日光直射 那更不要提在马来西亚的室内了 这边室内的餐厅啊 商场或者是电影院 空调都开到非常足 以至于呢 都在室内通常要穿长袖长裤 当然吉隆坡只是一个城市 并不能代表全马来西亚的气候 不同的地方还是有差异的 有比这里热一点的也有比这里冷一点的 云顶晚上真的太冷了 冻子我猜猜这个样的冻那不可以 比如像离吉隆坡只有一个小时车程的云顶高原 它的气温啊能达到20度以下 晚上甚至还要穿雨龙服 真的特别冷 不信的话你们可以看我前两周拍的云顶的视频 真的很难让人想象这是在马来西亚 所以看到这里的你们还会觉得马来西亚 是一个热到不宜居的地方吗 叮叮 超级油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